那裝這台你目前看起來還滿意嗎 滿意 滿意喔 第一個它水流真的是很安靜 很順暢很穩定 喔 欸有一點滴 你看一下 對 它有滴水喔 它壞掉喔 呃老舊 有沒有 啊那怎麼辦 它整個都氧化很嚴重了有沒有 這個以後最好是叫水就換新的 好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今天這個影片比較特別喔 因為母親節就快要到了嘛 我就想說到底要送我那個天秤媽媽什麼東西 仔細想來想去啊 與其送什麼化妝品保養品包包 不如呢好好送她健康這個東西喔 那想要健康呢 第一個一定會想到說我們每日飲用的水嘛 我們家的那個飲用水的管線啊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舊了 再加上這個機器呢 可能已經買了10年有 所以呢吃這個母親節的檔期啊 就想說好好幫我老家 飲用水的機器更新一下啦 不然其實我媽每次都要抱怨說 要換進水器的濾芯的時候啊 都要一直約很久很久 她自己也不會安裝也不會更換 所以今天呢就選用FreeM好用好裝 又好喝的進水器給她使用喔 所以現在換FreeM就不用簽約 然後濾芯也很好換好不好 以後你就用FreeM就好啊 啊那台 可能說那台是新的 好啦就等到它真的不行了就算了 然後就先有先使用這台吧 這台一定會滿意的 她說我幫你裝一台那個進水器 然後我說什麼牌 她說隨便 喔隨便我就沒有話講了 如果是別的牌 我就說不要算了 就直接用Jail的就好了 Jail的那個濾芯跟簽約很麻煩 對啊麻煩啊 因為嚴格來講也是我的錢 因為她簽約一年要好幾千啊 這個就很簡單 等一下我教你以後你就看到說 欸怎麼比XX 簡單的太多 因為我們有時候幫客人裝 有些小孩子他住北部 然後他買給中部的 中部的爸爸媽媽 然後他這邊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的小孩 跟他住在一起 欸小學生他其實都會換啊 對啊因為我看我朋友他女兒買給他的啊 嗯是 都是他們自己換 對其實都還蠻簡單的 他說啊你的為什麼要一年還要五六千塊 因為我不會換啊 所以要請他們來換啊 啊這個可以調水的大小 水的方向從這邊出去 OK 然後這樣可以調他的大小 啊如果說 我們在換濾芯的時候 譬如假設我們現在開對不對 換濾芯的時候一定要關起來 第二點 假設我們開的時候 你有請人家洗水塔 消毒水雜質 會鑽進來 所以一定要先關起來 等到家裡的水龍頭 位於廁所 排了以後 乾淨以後 再去開清水器 還有出遠門的時候不在家 關起來 謝謝你把他關起來 這三種 看清楚喔 你要回來幫我換濾芯喔 這個還下一步 還沒到我再換濾芯的部分 看清楚喔 等一下我會教你 很簡單啦 你要回來幫我換喔 因為我沒有辦法換喔 那這兩管 一管是幹嘛 一管是活性炭 一管是軟水 那等一下我會跟您解說 好 而且我們這組的軟水 它會它可以 依地區性水質去調整的喔 這看起來很簡單自己換喔 對啊 重點是如果像我們這種年紀 總是要覺得簡單 然後能自己換 那不是很簡單嗎 那很麻煩 你又要請師傅來 師傅來要約時間 然後你又在家裡等師傅 那都是時間啦 對啊 這看起來很簡單啊 這個就轉起來插上去而已 對對對對對 沒錯沒有 照你又一直講 就轉起來插進去而已 我們要換濾芯的時候 我們面向自己的 左手邊是一號濾芯 就是所謂的軟水濾芯 右手邊是二號濾芯 就是所謂的活性炭濾芯 那我們這邊可以讓您確認一下 這邊有一個標示 慢慢您看一下 這邊一號 就是屬於軟水濾芯 那我們軟水濾芯 這邊是可以調刻度的 這邊是不是 對這邊是不是像一個小飄蟲 有沒有 它是在一的部分 一的部分是北部地區所使用的 然後二的部分是我們中部地區使用的 三是南部地區使用的 那一的部分因為 北部地區它屬於半軟水 所以說它可過濾公升數 差不多在8000公升左右 那我們中部應該屬於中硬水 所以我們可過濾公升數 會少一點 會少一點差不多5400公升左右 然後南部它是高硬水地區 所以說它只能4000公升左右 所以我們新來的時候 它固定原廠都會在一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把 拿一字旗子 把它調到左右邊 都沒有關係 好 看你要右邊也好 左邊也好 都沒有關係 好我們調到2 2號的話是活性碳 活性碳它是沒有辦法調整的 所以它是以8000公升 所以就自己算 首先換濾心的時候 這邊有個人解說 一定要先關水源 先關水源之後 就濾心拔掉 那拔掉的方式是 向左面向你的左手邊 面向你的左手邊 抽起來 那當然我們換濾心的話 1號換1號 2號換2號 這樣比較不會混掉 因為有些客人會 兩隻拔掉以後 他不知道哪邊是1號 哪邊是2號 所以我們會建議客人 拔一隻換一隻 拔一隻換一隻 對 那我們把1號先準備起來之後 對不對 對 假設我們舊的濾心都拔掉了 對 左邊是鬆 對了壓以後 向右旋轉 對向右旋轉 向左就是收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麼簡單 對 那你早就應該買Slim回來給我用了 害我用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 說認真的我都不知道 你有前幾年要換一台新的 我以為家裡的很舊了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 東西壞了就是要再買 對不對 我們有4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關水源 第二個步驟 換濾心 第三個步驟 換舊電池 舊電池蓋子在這邊 打開 我們把它放旁邊 來 我們新的電池準備 三號 這個正負擠應該不用交了 對對對 蓋子蓋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您可以看一下 第四個步驟 就是reset 重新設定 1號總共內圈有 123456 一格 是兩個月 兩個月 兩個月 剛好是一年 所以說它是以月份下去做計算的 2號的外圈 它是以流量下去做計算的 喔流量 對 用水量的意思 那重新設定 教您怎麼設定 假設我們現在要兩隻一起換 對不對 我們兩隻都換好了 那您是不是都沒有了 消失了 那您要按1號 有沒有 按重設 3秒 B一聲 它就全部又恢復原來的狀態 okok 然後2號 按一次 再按一次 那就2號 然後再一樣 同樣動作再做一次 它就reset一次了 它就完全跳滿了 這樣就設定完成 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我們使用的過程中 教您怎麼使用 我們現在全部都已經裝好了 對不對 對 我們把開關 打開 我們先開45度 ok 對 因為我們不知道水會不會很大 然後開水之後 我們就開始檢查 我們在裝濾芯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滲水 那如果說 你在裝濾芯的過程中 會滲水 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濾芯前面有兩個 all-in環 對 那可能你在套上去的時候 角度剛好不小心去稍微 動一下 它的環可能走位了 對 沒關係 關水 打開 重新把環入到那個鍋裡面 重新再裝一次就ok了 過一段時間 我想要知道說 我使用了多少格數 它有閃電裝置 平常它不會亮 對 還有開水狀態之下 你想要看格數 對 是沒有辦法看的 一定要在關水狀態的時候 對 隨意按一個鍵 它就會看得到 使用中它不會亮 對 使用中你想要去看 我剩下多少格數 我用水量剩下多少 它是不會亮的 一定要關水狀態才會亮 好 來接下來一個重點喔 空氣慢慢排 它就水慢慢出來 那您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燈光 要亮不亮 這個是靠水壓的 壓力夠了 水壓夠的時候 它就會很亮 像我們現在水壓 有嗎 比較有空氣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慢慢開 慢慢開 如果我們亮藍色的燈的話 代表我們濾心還不需要 所以它還是在有效性 如果變成紅色的燈的話 我們就要重開濾心了 好 如果變成紫色 就是換你的電池 所以保護就是你們 直接登錄就好 我們不用留什麼保護卡 不用不用不用 當時保護卡 我等一下也會留給你 好好好 當然能留是最好 反正就是至少有個憑據 你們那裡也會留底 我們這邊也會留底 因為我們現在登錄上去 直接馬上就已經連線了 代表模式是連線的喔 而且3M這個啊 它的水流聲很順喔 並不會造成很大的噪音 對 來我們來看之前我媽亂裝的 代表說它不是那麼順 不是那麼穩定啊 你看這個3M的 非常的順 好啦做個結尾啦 那裝這台 你目前看起來滿意嗎 滿意 滿意齁 第一個它水流真的是很安靜 很順暢很穩定 而且我看那個漬物在轉那個濾心 很簡單 就好像把那個寶特瓶裝開 對啊 所以如果其實大陸要幫家裡啊 裝一台 進水器的話 濾心的更換真的是要 我當然會啊 好好喝這個水 而且也比較健康 它是雙效的濾心 喝起來也比較好 好 使用好 再推薦阿姨他們使用 那你要說記得訂閱阿康 打開小鈴鐺 記得訂閱阿康 打開小鈴鐺 才能收到外來都開箱 很希望影片的上面有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你要蓋鏡頭